一般我们就是老师常会要收集照片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有一个照片的资料夹 然后里面我就用时间跟活动内容 比如说 我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我的资料 所以我这边就到时候就会有什么日期 什么活动 什么日期 什么活动 就会一堆资料夹 然后我们如果做成果要挑几张照片 它会规定至少要几张 那我就会点进来 比如说假设要 我这一次要四张照片 最少要四张或者六张好了 那我就会挑六张最漂亮的照片 最能够显示活动内容的照片 然后我就直接把说明打上去 把那个说明 那如果说你希望按照你的顺序来排的话 最好你前面用数字 因为它会照档案顺序排 然后假设这一张 第二张 好 我先请大家 先写四张就好了 好 那你就把那个几个要当成果的照片 先把中文名字打好 这就是它的主档名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只要唯一要比较麻烦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你就把你的Photocab打开 然后把你的说图页叫出来 然后载入状案 不是载入状案 一样是新的编辑 一样新的编辑 然后去选你刚刚做好的模板 好在这边 104成果模板 打开之后 你只要做这个事情 载入照片 选到刚刚我们的资料夹 第一叠照片 104 他就所有的照片会出现在这边 那如果你只要这四张 就选这四张 选好之后加入照片 他就会只有这四张 那如果你再选 我再加两张 好就六张 这样总共就会有六张 好 那你只要按OK 神奇的事就会发生 第一张他做好了 第二张他也做好了 第三张他也做好了 有没有 而且那个党名就是说明 党名就是说明 那所以接下来 你就去列役就好了 就这样子那么简单 那个报成果的事情 我告诉你 报到教育局 他会不会翻都还不知道 要不然我上10年 都把你丢掉 好 各位这样子就简单处理 接着你们在那边握着一张一张贴 你们很仔细的贴 仔细的写说明 我告诉你们拿去那边都不看 等到有一天 那个什么委员要来访 桌章那一叠 会不会挑到你那种 你还不知道 可是你人生浪费了多少生命在上面 对不对 好 那我只要加活动一些说明 另外打过 就是打打你吗 不是 你那个是照片配合说明 对啊 那我只要加一些内容 用过的附上去就好了 那你就用过这个 对啊 这个是说明是 就是你打多少它就损失了 好啊它这个 它的说明喔 它的说明只能出现一行喔 所以如果你字很大 你就要把 那个字很多 你就要把字缩小 如果你字很大字又很多 它会跑到那个页面外面去 它不会分第二行 这是唯一的小缺点 好 那通常这种成果照片 都不需要太多的说明喔 有就好了 好 所以你刚刚花了五分钟 做了一个模板喔 未来就